2023年公车全面电动化政策 国内共计16000辆态换需求 现有低底盘公车之轮边动力后轴 均依赖国外进口 规格受限于国外产品仅250kW 本研究使用内藏永磁无刷码搭架构 搭配扁线绕线结构 轮毂采用双接行星传动模组做动力输出 在同样体积之下 功率提升至300kW 整体功率密度提升20% 整车速度达时速100公里 爬坡能力大于20%坡度 提升整车性能 另一方面 因马达功率增加 散热需求提升 因此开发低温烧结之奈米银封装材料 并设计软链树脂结构 17具有流动特性 热传速度提升7.8%